法新社有說 10月21號美國的商務部 把20多個實體列入貿易黑名單 這當中呢 包含6個中國公司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呢 指稱說 這些企業 他們涉嫌支持 這個尾巴的軍事計畫 還有原俄的戰爭 好另外呢 講到了這個俄烏的部分 普丁簽署一份總統令 授予首位美國政治難民 俄羅斯的國籍 這個人是羅布斯 他是美國的原住民 1996年抵達俄羅斯 獲得了難民的身份 當然呢 他展示自己持有編號 是01的難民證書 兩個問題 這個 我覺得美國商務部 會不會太多管閒事啊 你說中國哪些公司 跟伊朗還有巴基斯坦 有涉入這個 所謂武器跟無人機開發計畫 你講伊朗還有點道理 你講巴基斯坦 這個會不會走太遠了一點 所以我 我就懷疑美國商務部 是不是部長已經換成印度人了 怎麼會有這種奇奇怪怪 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不好 你美國跟巴基斯坦有沒有 他能知道什麼好不好嗎 所以喔 這個只是找理由 要來修理中國企業而已啦 但是看起來那幾家企業 也不是多大的企業 也不會太在乎 他怎麼做什麼事 那至於這個什麼政治犯呢 我聽了就好想笑耶 我覺得這跟政治犯的定義好像差很遠耶 政治犯嚴格要收來 柯文哲才是政治犯的 這個你選什麼地底 這怎麼算是政治犯 我看不太懂 沒有是這個普丁他授予這個 美國一位政治難民 那美國那個我跟你講喔 這是宣傳用的啦 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 美俄雙方各自收容的很多啦 比如說那個什麼 美國國安局資料出來呢 什麼史諾登 俄羅斯也要收留啊 但是他要不要叫政治難民 那倒是不一定啦 會提供庇護就是啦 不會話要收回來 你說美國就沒有收留這些俄羅斯的一些反抗的人士嗎 有啊 前段時間 我記得幾年前啦 當時這個拜登還假裝說 我有警告過普丁 他那個政治對手 你不可以把他弄死 結果後來那個政治對手病死逸中 拜登好像也沒講什麼話 有沒有想到 哇他病死是不是被揍手腳在死的 沒有啊 這兩個國家 平常去講都不是很文明的國家 所以誰也不要笑誰 以色列的飛彈精準命中了民宅 有一位美聯社的記者當時就募集了這一幕 而且他拿鏡頭記錄下 他說呢自己很害怕 但是一直告訴自己手不要抖 結果就拍下這個六連拍 看起來宛如死神一般的報導 還要來關心的是喔 伊朗的媒體有說 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即將在紅海舉行聯合軍演 那利亞德目前尚未證實這項消息 但是呢這很有可能是這兩個中東的老牌強國首次聯合軍演 這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呢我一併請教兵哥 我覺得這一次 納坦亞胡 家裡被攻擊 雖然他們家人根本沒有人在那邊 但這給了納坦亞胡一個非常好的藉口 一個很好的理由 我可以繼續打 那其實本來不管 他家有沒有遭受攻擊 納坦亞胡本來就已經決定就是要繼續攻擊 他不會停下來 那你現在等於就給他一個至少對內 可以說服很多人的 你看 我們就算想要跟他停 我想要對他好也不行啊 他還是要打我 所以我們就不囉嗦就是直接打下去 納坦亞胡這樣打下去 也許他在國際上的民生會越來越糟 可是他在以色列會被當成民族英雄 這是必然的 所以 所以對納坦亞胡來講 反正他已經被國際通緝了 他有什麼 他沒什麼可損失的 他就繼續做就對了 寧願能夠多拿一點土地 又多拿一點土地 讓以色列人控制越多地方越好 那至於什麼人道啊戰爭啊 這些罪行他沒在管 所以我只能說接下來以色列 他高興怎麼幹就怎麼幹 大概也沒有什麼人會阻止他 美國也不打算阻止他 川普上來他恐怕會更瘋 因為川普向來很支持他 甚至 納坦亞胡前兩天有跟川普通過電話 川普直接跟他講你做你該做 意思就是開綠燈啊 你高興幹嘛就幹嘛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當初耶路撒冷是在川普任內直接 就認定那就是以色列 其實那當時就引起很多回到國家的反彈 但是川普沒再管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未來假設真的是川普當選的話 中東局勢會更加不妙 那也因為看到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沙特阿勞即使他最近這幾年跟美國 相對沒有那麼好 可是他畢竟長期傳統跟親美 可是他現在在 第一個在中國大陸的斡旋之下 他跟伊朗和解 然後兩個重新恢復和平 那現在不只是兩個和諧 兩個還要一起舉行軍事演習 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就是阿勞世界兩大派系攜手合作 那攜手合作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對付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人逼著 伊斯蘭這些國家要團結 所以我覺得這個仇 因為以色列這次這個仇結得太深 當然中東這些國家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利益 暫時也不太會對以色列出手 大概就只有真主黨跟哈馬斯在那邊掙扎 可是未來只要有機會 只要整個國際局勢開始變化 我跟你講對以色列的新一波攻擊一定會開始 以色列未來幾十年大概也要長期就活在這個 隨時都可能被人家攻擊的恐懼之下 那這個沒辦法 這個冤醜已經結得太深 誰也沒有辦法解 好接下來問一下這個帥將軍 伊朗的外長已經說了 現在呢伊朗已經得到鄰國的保證 就是說不會允許其領土或領空被誘於任何的攻擊 另外呢布林肯第11度訪問中東 但是他人才剛到以色列空中 立刻響起了爆炸聲 同時呢黎巴嫩的廣場電視台也有說 有六枚火箭攻擊了一個美軍基地 消息人士也證實了 在這個軍事基地內傳出巨大的爆炸聲響 當然這些我想問一下帥將軍 你怎麼看目前中東的戰事 目前中東對黎巴嫩來講是個機會 因為你薩德系統到現在第二套 還沒有完全發揮作用 上一次發現有空隙以後 低價值的四等的火箭無人機 都可以攻擊到以色列 當然他也擔心以色列的報復 以色列報復對伊朗來講 他打蛇打這個頭嘛 因為珍珠黨的背後是伊朗嘛 他對伊朗一定要做出制裁的話 一定要透過空軍 那麼空軍現在伊朗已經打了預防針 周邊這些國家 你不准以色列的空軍過來 但是這個沒有用了 因為只是增加了 以色列空軍飛行的距離 那以色列已經有隱形的 隱形的過去你也不知道 對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